我們介紹那個VCI380的一些細部的功能介紹 這跟其他的SWAT DJ控制器差不多就是 大部分的功能板子八九十四相同的 那只有一些小小差異 那這邊一樣是播放器 那這個是播放器 然後這是混音器 那這是兩軌的混音器這樣 那這邊的播放器呢 就也跟其他SWAT DJ控制器是一樣的 這邊就是播放音樂 好 像這首歌一開始沒有下第一個鼓聲 那我們常常需要就是 按Play就是第一個鼓聲 那我現在找到第一個鼓聲的嘴前面這一端 找到之後按下Q點 接下來按Play 他就從這個點開始播放 那你要再回去的話就是 再移到最前面 用這個 這個觸碰的 他可以移動這個歌曲的位置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再設一次Q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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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先把之前G的消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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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這邊的Q點是按住 他會回到那個Q點停住 那這邊的話是 已經記好那Q點 你按下去他是跳到那個Q點 可是是繼續播放的 就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那 如果說你要 這邊八個Q點 那你要 用在這邊的話 比如說現在你按下第一個 他會跳到 紅色的這一個 就是記的第一個Q點這個 然後你再按下Q 他這個Q點就會 跟這個Q點會變成一樣 那同樣的話 按這個 這邊開始 那我再按下Q點 然後現在 這個地方就會跟這個點是一樣的 那一樣有Sample功能 就是 這邊是按Shift鍵再壓這一顆 因為他這邊是反白的 Sample在反白的地方 那一樣就是 請坐黃金 好 就是控制他 內建SP6的一些取樣功能 那就是說你在放音樂的時候 請坐 請坐黃金 我還少個聲 就是這樣子 你在放音樂的話 可以加一點音效這樣 那這個呢 Peach功能跟其他的配置器一樣 這邊就會往下 自家 我上次切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這是史艾蛇功能 他會把 現在你看到這螢幕這邊 他是有把它切成八塊 然後他 這個燈呢 就是 跟這個上面一樣 他就是跟著這八塊跑 那 那 當你壓在這一顆的話 他就會一直重複那一段的聲音 可是 音樂是繼續在跟這個燈號 在跑的 那如果你放掉他會跳到這個位置 那 那 這個 那 紅色的 二分之一排 或是四分之一排也可以 那就是在軟體這邊有一個 AD grid 這邊可以去 去設定 那 你也可以讓 你的這個 slice的起點 你也可以說 設置在不同的點音 你也許可以用在 不是正拍的地方 也許在切分音的地方 好 然後 一樣 Auto 然後 你也可以儲存 很多loop 然後隨時叫出來 使用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 路過功能 那這邊的功能呢 這邊有一個觸控條 都是可以說 去調整他去用 比如說 參數 然後就是 在ROD的功能 可以用路過 也可以 slice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 他效果器 這邊有一組效果器 然後這邊也有一組效果器 然後這邊也有一組效果器 那這邊的效果器 就是 跟一般使用效果器一樣 就是 你這邊可以 按shift的鍵 這邊有一個 反白 face select 按這一顆 去轉這個 你就可以直接選 SWARDA上面的效果器 好 那選好之後 就是按這一顆 就是開啟 然後另外一個是參數 這邊也是一組效果器 然後這邊是跟配的做結合的 比如說 我現在選 HELLO APPLE的FILTER 那 我現在沒有開啟的話 ROD的功能是這樣 那我現在加了效果 那我現在加了效果 就是你壓越大力 那個效果器 齁就會開的 就是參數會越大 你看這個燈 我輕輕壓 他就一點點 用力壓就會很大 這樣子 那不過 VCI-300 少了一組效果器 就是控制第三組這個效果器 這樣子 然後參數控制這邊是有的 就是這一顆 所以說 嗯 基本上 380跟後來出的SWART DJ控制器 他有一個不足的地方 就是少了一組效果器 可是 總共有 應該說 他還是有四組可以用 然後就是算是還是很多的 那 然後在這個回音器的 他 他這個回音器 可能跟有一些控制器不一樣 他不是單純只有控制器 比如說 NV和SR 他這種是虛擬的回音器 那就是說 你不能外接 唱盤 或是CD Pro 或是說 取樣機 或是手機類音樂 所以說 像這種的話 大概就是跟SS2 MSG7 這種是 就是我們講Standalone的回音器 那就是可以外接 那 當你這個 電腦不開 沒有開軟體的時候 也是可以使用的 就是 這個後面呢 有一些輸入的地方 接上去 一部接也可以用 那這邊 那我的效果器 有一個filter 是一樣是可以用的 這樣 那這個轉盤呢 這個轉盤呢 就是 有一個設計是 它可以控制 控制 鬆緊度 就是中間這個轉捏 那 可以把它調的 你直接壓住這個 然後轉轉 那 我現在 是 調比較緊的 那 你也可以把它調得很鬆 所以說 這個 鬆緊度是可以調整的 因為現在如果說 你有玩一些什麼架構的 你可能會希望這種很鬆的 那 有時候你會喜歡這種 一點手感 那也可以調緊這樣 那 那 嗯 嗯 還有這邊 是有線性控制的 比如說 這邊是可以控制 就是 Crossfader的線性 比如說 我現在是 要調比較 Squatch在用的 那 這邊的話 可以再把它調一下很柔順 可是 一般混音會喜歡 比較柔順的 好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 這邊有另外兩個 就是 Touch Touch Sensor 這個地方會調整 這邊 控制器 這個是 磁感應 就是你手摸下去 它會停住 這種磁感應 那用久的話 也許是草石 或是說 那個裡面金屬生鏽 它那個主看會變掉 所以 Lostase呢 它有做這個 就是說 你用時間久 它也許觸碰的 靈敏度會降低 或是怎麼樣 那我這邊就可以做一些調整 像這邊 有兩個轉鈕 這個就是 控制這邊的靈敏度 這個就是這邊靈敏度 那我現在 調整 現在 就是剛剛好 那如果說 我可以調得很 好 我現在是調得很不敏感 所以 就沒有那種觸碰的 它 你就是可以慢慢去調整 欸 靈敏度 那太敏感的話 它會停住 因為它把這個 質感應調得很強 就是 你只要一點點質感應 就會有 可以 就會有感覺到 所以你要調到剛好 那也許說 你用久的話 還可以用這個去調整它 這樣 然後 輸出的話 我們看一下 就是它也有一些 就是比較專業 控制器會有的 有Canon輸出 然後 這就是剛剛講的輸入 這樣 那麥克風也有兩組 這樣子 那這個是屬於 比較專業的機種 就是那個 大概是 它一開始出廠的價錢呢 大概是三萬多 那後來呢 就是 因為品牌 那個破產 所以說 欸 應該說我們就是 後來把這些庫存收購 才會 賣的 就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一萬三千八 這樣子 所以 這一台呢 跟價錢附近的機器比 就是 比如說SWATO INTRO的 控制器 你就跟它比 那是差距很大的 那 反而這一台呢 是跟 DDSR 還有NV 還有一些其他SWATO DJ的控制器 兩尾控制器 去比較 比較接近 這樣子